哈囉大家好 我是頻道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款我們全新的手機遊戲喔 是我們12月15號剛上市的這個 關於我轉身成員死玩某個那件事情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因為 今天早上的時候發生了非常非常多事情啦 所以導致於就是現在我3點48分的時候才玩到 那目前來說的話感覺玩起來的話 是一個回合制的戰鬥又類型的遊戲 但是目前來說還不能評判它到底好不好玩 因為回合制戰鬥類型的遊戲的話 可能要看之後的一些BOSS的設計 來去評判一下就是究竟好不好玩 但是我覺得這款遊戲的畫質跟畫面來說的話 也一定是還不錯的喔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豬菜就長得真的是 非常的可愛喔 好 那這邊的話他昨天 他今天早上雖然出了很多事情 但是他有一些就是登錄了一場補賞啦 那這個金石一千的話 你基本上就可以做一次的那個 十連抽的樣子喔 所以基本上還算是蠻多的 然後這邊有送一些就是我們的那個 預約獎勵啦好不好 所以我應該會慢慢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些東西這樣子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玩起來的感覺就是一個那個 回合制的戰鬥類型遊戲 然後裡面會搭配一些就是我們的那個就是 跟那個本作有關的一些就是故事劇情啊 比如說一開始這個魔國的之路就是他們去收復那些 貴豬 也就是豬菜他們 所以豬菜現在才出現在我們的陣型當中 然後這邊的話豬拉大聯盟的話就是有那個 我們那個就是 蜥蜜族嗎 蜥蜜族跟豬人族的那個時候有開始的一個戰鬥喔 然後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那個 選擇關卡然後進去的話會有一些就是故事劇情這樣子喔 然後他會跟你講說故事你劇情也沒在幹什麼東西 所以那如果有在看我們這個史萊姆的這個 作品的話基本上應該都會知道就是這個故事在講什麼東西喔 反正我們就是慢慢跟著劇情一起去介紹 那他又給他看一下我們就是那個 戰鬥模式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我是覺得還蠻酷炫的 但是他這個回合制戰鬥模式又跟我們的那個就是 一般的那種回合制不一樣 因為一般回合制的話就是我們要補弓就是過去補弓嘛 但是這個遊戲好像就是 他補弓好像會自動幫你補弓 然後你就是要抓準時機開一些大招什麼之類的 那大招這邊的話有一些就是我們的那個 鼓組的效果啊 比如說每一個角色可能就是我們把敵人打到擊飛啊 或是有一些倒地的時候會加了一些 就是我們那個連貫的那個 什麼當機了 哈哈哈我講到一半耶 我重登一下 好那我們剛剛當機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重新再登錄一下 因為目前來說我覺得 他剛上市啊 然後可能是因為代理商是一個比較小公司 所以他們現在還在努力就是 看要什麼就是把遊戲用得穩定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還是在給他們一點點時間來看一下 就是這款遊戲的後續一些發展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啦 我覺得 這一次的那個 給他們成長的一個空間應該是蠻大的喔 然後這邊的話一進去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就是敵方的一些情報啦 他會告訴你一些敵方的一些招式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搞不好可以用一些角色來做一波就是我們的敵檔啊 或是來一些回擊之類的喔 就可以看一下這些角色的一些資訊這樣子喔 那戰鬥畫面的話基本上一開始會出現我們這個布陣跟準備 那布陣這邊的話基本上我們就可以選擇我們一些就是 剛拿到的角色啊 然後讓他布陣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把他們放各種位置 然後這些位置的話基本上都會就是影響到就是敵方打你的一個順序啊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布陣類型的遊戲 然後布完陣之後的話我們按這個 準備這邊的話他就會有一些那個戰鬥的一個東西喔 然後這邊他有教出我們要怎麼用自動戰鬥 那自動戰鬥的話他就會進入就是那個自動放大招的一個模式啦 所以他基本上的話 補弓的話都會自己就是能夠那個 就是發動 那如果你要放大招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移動這些角色的位置 然後讓他第幾個開大招這樣感覺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大招的話是 子怨他跟那個其他人會有一個那個 就是聯繫的一個效果 大家待會可以看一下就是子怨開大招之後的話 其他的那個角色會做一波的一個追擊攻擊 所以我覺得之後可能就是要玩這種東西吧 然後我們這邊先讓朱賽先開個大招 然後幫大家加東西 加完之後的話呢 再讓我們子怨開大招 滅爐之奇耶 沒有問題 然後打起來之後的話呢有沒有看到 這邊我們那個小哥布林就會有一個那個頭腿 然後還有我們這邊的真空吸收 就基本上會有一個聯繫技啦 所以只要又是用一些那個聯繫技的話 就可以就是打比較多的傷害在那個敵人身上 然後這款遊戲的那個大招的展現啦 我是覺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錯 那像我們現在的話就沒有做任何攻擊 他們就會自己去細心攻擊 那我們這邊的工作的話大概就是要判斷 就是什麼時候要打開一些大招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後期的話才會知道就是到底好不好玩 但是這個第二關的章節的話 你看到我們這邊的那個 呃史萊姆啊已經被打到差不多剩下四分之一血了 所以我覺得之後的話應該會有一些就是 不一樣的一些很恐怖的Boss喔 我覺得應該還算是蠻有趣的 而且畫質真的是還蠻高的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這部作品的話我覺得是 還可以來玩一下喔 雖然今天早上出了很大的事情啦 但是我覺得作品的話我覺得目前來說 感覺起來是還不錯的 但是好不好玩呢也不太清楚 因為大家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歡玩這種 就是回合制的遊戲嘛對不對 所以要看大家是不是喜歡我們這種類型的喔 那基本上我覺得美術啊跟畫風啊 跟一些呈現來說的話真的是還蠻棒的 我自己個人目前是給一個 呃高評價啊但是好不好玩的話真的是要再看一下 因為我本身就是很喜歡這部作品的人嘛 所以我覺得他的那個3D劍模啊 沒有劍壞掉或什麼之類的話 我都還算是蠻可以接受的喔 然後這邊會有一些核心啊 或者是一些吞噬的功能啊 那你只要累積 就是像我們剛剛拿到這個碎片 你知道餵這個史萊姆還可以餵他欸超可愛 你只要餵他之後的話 你基本上就可以取得這邊的必殺技跟 普攻跟連西的技能喔 那這些的話最後打開之後的話 應該就會有一些更多的那個 連西技的一些東西的搭配 所以我覺得之後的話應該會有一些還蠻好玩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現在就是吞噬的這個必殺技嘛 那這個必殺技待會就是我們的子怨開大招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他做一波那個連西的動作 我覺得就算還算是蠻有趣的一個設定這樣子喔 那不僅來說因為他今天出了很多疲漏啦 所以他現在送的東西很多 所以我覺得第一天來入坑的話 應該還是一個好成績 我們再打一次關卡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然後待會來做一下我們的那個 十連抽 那這邊的話十連抽其實非常快速 因為第一章結束之後這邊後面會送你五本這個書 那五本這個書就可以做一波十連抽了 所以他的十抽也是可以刷得很快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天才哥布達 所以如果你沒有看過我們這部作品的話喔 大家基本上是可以就是 來這裡面補一些就是相關的資訊啦 我覺得是還蠻好笑的 那如果你是想要就是 去補更多充足的一些資訊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漫畫啊 或是看一下我們動畫其實都還不錯 那主要來說我覺得戰鬥方面的話 就還算是蠻ok的 然後布陣這邊的話會有這個 利姆路的核心喔 那核心這邊的話就會給你選擇一些 就是相應的搭配的東西有沒有 應用配置 然後這邊的話會有一些就是聯繫的一些效果 像比如說我們這邊的話 那個就可以讓就是這幾個隻角色六聯繫啊 所以新手這邊送的角色是可以做一波六聯繫有沒有 倒地先來然後再擊退然後再倒地 然後再擊退再進空再倒地 所以他們可以做一波很大的一個聯繫喔 所以我覺得到時候的話就是角色收集啊 或是我們的一些那個 招式的那個收集啊 都還是要去理解一下 每一隻角色跟每一隻角色相對應的一些 搭配喔應該會比較ok一點點喔 那待會他這邊必殺有裝了新的東西 我們待會就來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這個 利姆路的必殺技齁 來看一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確定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 開狗了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因為他是那個即死的啦 他其實有點像是即死的就是 他其實不像是我們一般的那個就是 戰鬥遊戲那樣子 其實我們在攻擊的時候他都會直接發動一些東西這樣子喔 好這個直接發下去然後直接來連技有沒有 來先來一個這個頭槌然後再加上我們這個真空的激波 然後在這邊全部連起來再加我們這個珠菜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連技系統算做的還不錯 那我們這邊會連技的話那代表對面一定也會連技喔 所以我覺得稍微可能就是要再 思考一下接下來怎麼辦 那簡單回合到的時候的話有沒有 現在是第一回合 那回合到第二回合的時候他會再給我們能量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排陣之後他會自己出去幫我們做一波攻擊 所以其實你還算是 蠻..蠻..蠻多那個 思考空間的啦 可以看一下你到底什麼時候要開一些大招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就還算是蠻行的 那這邊的話第二回會給我們40個氣 我們就直接先打了 那在開大招的時候你建議是直接按住 要不然這邊的話他們還是會在行動之中喔 可能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看一下剛剛那個新的大招 龍奇圖刺 那每一隻角色的話開大招的那個就是 特效跟畫面就是還蠻帥氣的 這是我們剛剛10版拿到的好不好 可以閃電 我覺得還蠻帥的好不好 所以他後面的話我應該會出版多一些就是 新的技能或什麼之類的還蠻..蠻有趣的 但是像我們黑閃電的話就跟他們其他的沒有聯繫 因為聯繫的話就只有那個就是 我們的那個 紫月那邊跟我們有一個聯繫 那你在那個就是設置配陣的時候 那邊都有看到那個核心 那邊都可以看到就是 呃我們可以有哪一些角色 有多連繫的動作這樣子感覺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 蠻帥氣的一個回合制遊戲 就是你蒐集完角色之後 怎麼又當機了 哈哈哈哈哈 真的是打完之後就跳出來 他現在還沒有整理好 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最後就來做一波我們的那個 十連抽喔 那目前來說我覺得是還不夠穩定啦 不過也沒有關係好不好 至少我覺得 以現在的玩法跟那個畫面來說 我自己個人會繼續玩下去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蠻喜歡這一部作品的 然後他送的東西也是蠻多的 像你七千燈日圍的話 你就會送你一隻這個S級的指願喔 那首次除職的話 千斗千刀還有這個東西的話 好像也會送一些角色 那目前來說 因為開服的時候出了一些狀況 所以他直接送我們一千金石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比較多的一些事前獎勵的一些角色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先來做一波我們的十連抽召喚 這邊只要累積我們的輸啊 五次的話基本上就可以召喚一次那個十連抽 是新手的階段啦 那新手特惠這邊二十次 一定會必出一隻S級角色喔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 第一隻S級角色到底是誰 我是希望可以抽到白老 或是我們的豬菜 那指願因為他會送我們 所以我就還好 那希望第一次的十連抽就有機會了 拜託來吧 召喚那點下去的話 如果是亮金光的話呢 就代表是會出一隻我們那個 好不好 S級的角色看一下有沒有 啊這個的話就是A級角色 這比較可惜一點點好不好 第一隻A級角色 好看一下是誰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蒼蠅 好沒有問題 然後艾連兩隻A級 其實也還行啊 然後 克穆德 還是其實除了就是 除了S級角色以外 全部都是那個A級 沒有好像只有A級會顯示出來喔 好那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抽個那個 五次就可以把我們剩下的那個 S級的給他 抽出來喔 因為 新手的話有20抽的那個 S級保底好不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哈 來來來這邊 買一下好不好 直接夠了 拜託來個珠菜或是我們的白老爸 好不好 拜託呢 爺爺或是珠菜 金色就代表是一隻S級的角色喔 拜託來了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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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麼 幹嘛 真的是 真的是 要幫他們說好話也是沒有辦法欸 真的是 很煩欸 要跳幾次 好啦 虧我剛剛這麼期待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根本就不知道我中了哪些角色好不好 我們點開才會知道我們中了角色 中了什麼角色 最好是給我珠菜喔 好不好 看一下我們S 哥布達 好啦 哈哈哈 好 那我們今天中的角色就是我們的哥布達喔 那我覺得這款遊戲的 就是角色的設計啊 跟角色的聯繫跟配置那些的話 我覺得之後的話 可能打一些Boss應該會比較容易去跟大家體現喔 所以之後的話 遇到一些比較難關卡的話 哲平會這邊會再來拍影片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那 說起來說因為遊戲還蠻不穩定的啦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也是 一個還蠻讓人家期待的一個作品喔 畢竟 大家都是喜歡史萊姆所以才玩的嘛 希望這間公司可以把它做的好一點點喔 希望了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有玩這款遊戲的話 都可以加哲平的好友喔 我的名字叫做我們的哲子小歐好不好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都可以一起來玩一下我們這款遊戲啦 之後有一些就是比較有趣的畫面 後來會再拍給大家看了好不好 那我們先去玩到這邊啦 為止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